-AND-E complaints.com -來小乖寶 -小乖寶 你看嗎 -哈嘍 姐 聽的到嗎 -可以 來 小乖寶 你好 -來 安安幾歲哪裡人 -安安 aikEN SSD 你聽起來幾歲就是幾歲人 -嗯 58 -好喔 -58捏那個 100多 200多個月 我不會算了 五八好不好 五八四十 五八四十以內 差不多差不多 好好好 來小乖寶你想說什麼 我想說就是 因為今天的主題嘛 就是這三個 號稱三強鼎立的 台灣地區總統候選人 對不對 然後我其實要先講一下 就是 我覺得台灣阿明有點可惜 阿明 因為今天才宣布徵召 侯友宜的嘛 因為其實在之前啊 就是這一輪阿明出來的時候 我其實有覺得說 一個台灣阿明 因為他是我們首富嘛 就有一種 有錢有閒 不會A錢的這種感覺 對 然後而且他是霸道總裁啊 所以我覺得 他應該會很愛面子 所以他一定會做好 他容不得別人去笑他或講他 然後呢 他會很在意成績 那他會把可能會把那種 KPI那套帶來這邊 就是以前鴻海被批評血汗工廠 或是他常常講的魔鬼就在細節中帶過來 所以啊 那些以後那些官僚就再也不敢偷懶囉 之類的有沒有 所以本來看他出來這邊大動作的時候 我心裡想說 如果是這個人 那好像是這樣子 搞不好官場風氣會維持一變 不一定 重點是他說 要跟大陸和平對話 嘿 對不對 是 哇這劇真的很重欸 就是不錯 不過他已經就是 拜拜了 嘿 就今天看到國民黨就是徵召侯友誼嘛 嘿 然後我講一下 那我對侯友的感覺就是 我真的很難投下去給他這一票欸 嘿為什麼 身為一個選民 因為我一直記得在四大公投的時候 我對他的感覺就是重大議題都不表態 嗯 我把市政做好就好 嗯 可是 大家都知道你以後想要選總統啊 嗯 那如果所有重大議題你都不表態 我不知道你的態度 我不知道你的風格 我不知道你會把國家以後帶領到 哪裡去的感覺真的有點 有點可怕 好像他只是一個 拿薪水做事的一個政務官 不大像是一個 能夠當總統這種有魅力的風格的 領袖的感覺 是 對 因為但我就是一個選民 所以我現在講的 可是你們覺得沒什麼干貨 可是我看你選舉遊戲就是這樣 大家都是看感覺投票 那這是我對侯友誼的感覺 而且特別我聽到 國民黨好像有說 之所以徵召侯友誼 而不是郭台銘 有幾個原因 其中一個居然說 因為侯友誼已經歷經幾次的 縣市長的選舉了 如果有黑料 都已經報完了 不會再有黑料了 可是郭台銘呢 這是一個理由 第二個我又聽到有人說 因為你要當總統 你一定要有執政經驗 嗯 對吧 就是好像你一定要當一個地方 你一定要有執政經驗 不然你怎麼可以當總 嗯 喂 可是我們 你繼續 欸 蔡英文怎樣 你斷了 小乖寶 聽得到嗎 喂 小乖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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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聽得到嗎 你你你你 你剛剛卡了 你現在有點卡 小乖寶 聽得到嗎 欸 現在可以 來 你說 嗯 我剛 斷在哪裡 你剛斷在蔡英文 她也沒有執政經驗 川普啦 我是說川普 我沒有說川普 川普在選總統之前 他有做過什麼州長嗎 哦哦哦 欸沒有 沒有對不對 還是說真的 美國的民主比台灣民主呢 為什麼這會是一個 呃不徵招他的 理由呢 嘿 是 對啊 嗯 然後呢 好在講講柯文哲這個人 嗯 柯文哲啊 這票我也是投不下去 為什麼 懂 因為我總覺得 柯文哲 呃 跟他的團隊 我們的選戰的打法 很明顯的就是 厭倦藍綠來投我 欸是 事實上也很多我身邊的人 跟我說 我想投柯文哲 因為我已經厭倦藍綠惡豆 是 這句話 我聽好多好多 可是我覺得 厭倦藍綠惡豆來投我 就等於是 換人做做看而已 嗯 可是我們從小到大 這麼多年來 我們每八年就換人做做看 每八年就換人做做看 嗯 結果到底有什麼差別 嗯 所以我不覺得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要 要 要要要投這位 來當我們 台灣的 領導嗎 我只能說我還不知道 但我也還投不下去 嗯 然後第三個 賴清德 啊其實我一開始結論就想先講 今天只要國民黨 正照的是侯友宜 我就只能說一句話 就是恭喜賴清德 這五個字 嗯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賴清德你知道最後只要閃一個 啊統一很可怕 中共會活摘器官 就已經故事結束了 啊 我到昨天哦 我去西門町 嗯 還是一樣在那個6號出口最大的路口 嗯 超多遊客嘛 還有台灣人都會去玩的地方 當然101那邊也有 就一個車子 他現在也不提什麼法輪功啊 他就直接是 對中共迫害人權書部 嗯 然後阻止中共活摘器官 嗯 嗯 很大的這個在路上 你就每天就是這樣洗腦洗腦 對那更不要講什麼大紀元啊 嗯 新唐人啊 然後台灣現在連很多百貨公司的 地下街都是放 大紀元的 嗯 我知道 電視場 就就常常有看到 欸那個那個乖寶你 你常去西門町6號出口 那你有遇過劉潔克的街坊嗎 欸我每次看都一直在看那些後面路人 我好怕好害怕我不小心入境 哦好好好 還好沒有 對我就沒有遇到你 我真的很常去 哦好 對所以我覺得 好你繼續 欸好你到投票前一秒 嗯就覺得啊這個重大議題不表態啊 這個厭倦藍綠還不是壞人做做看 而且他選得上嗎 有很多人對柯文哲是有這種想法的哦 嗯 然後最後一閃而過 統一很可怕 我沒有辦法想像被中共統治下的生活 嗯 啊中共會活摘器官 其實我每次看到那個 車子看板廣告 我都會拍照發現動 然後寫說 恭喜你們台灣人 我們真幸福啊 因為我們不會被活摘器官 是嗎 嗯 嗯 謠言真的 就是你們怎麼會相信這種 嗯 如果我台北 我有一個鄰居會欺負他的小孩好了 我就跑到高雄 然後去高雄的一間店門口 放一個看板 來廣告 不是 來說明說啊台北那個什麼路的那個人 會欺負他小孩 如果我這樣做 你們會覺得合理嗎 嗯 但是台灣人好像都沒有想說 這樣做不合理 我每次這樣跟我朋友講 我說這樣做你覺得合理嗎 他說不合理啊 在高雄講幹嘛 我說對呀 所以這個講的過程是不是 只有要達成他的政治目的 這唯一一個可能而已呢 嗯 好那回來講我們主題 而且啊今天我看到就是 偶爾一被徵召嘛 他就講了一句說 責任來了我一間承擔 是 哦更投不下去 因為這句話感覺好像 老師叫我當風紀股長 我就當風紀股長 我來做事 來管理同學的感覺 嗯 那當然也會聯想到之前陳時中的那種責任來 嗯 我就扛 是 為什麼有些人這一次會可能會支持阿民 我身邊的人啊 為什麼以前有很多人我身邊的人支持韓總 嗯 就是因為他們給人有一種 因為選舉坦白講就是情緒的東西 是激情的東西 嗯 是要挑動別人的東西 我今天有這個熱情 我有這個熱血 嗯 我真心想要改變台灣 我真心想要幫忙談 我看到問題在哪裡 不管我是要跟大陸和談 還是我要把台灣走什麼路 還是我要怎麼樣 但你要讓人家感覺你有那個熱情 我覺得是在選舉這種制度裡面 嗯 比較基本的 所以我覺得 侯友宜不管我頭不頭的下去啦 嗯 他應該都 算有一點困困的感覺 這是我的看法 嗯 然後呢像賴清德啊 他還有一些優勢就是 你知道他以前也是醫生嘛 嗯 而且我記得我看過新聞N年前 就是那種他在高鐵上 突然間那種袖子捲起來 就去救人 對 對啊 然後他也曾經黨內初選 被蔡英文網軍弄嘛 攻擊嘛 有沒有 所以很多 我相信很多現在覺得 蔡同學做不好的人 不管他是身率前率中率 或甚至他是中間選民 只要他害怕討厭中共的 因為被無腦洗腦了嘛 就覺得啊中共就是萬惡 中共很可怕 這樣的人 最後 投票的那一秒 可能都會 投下賴清德 是沒錯 對 所以我覺得 其實我覺得這張的候選人 並沒有差 太多 但是我覺得 結局已經 差不多了 嗯 就是 我的結論就是 侯友宜出現的話 就是 恭喜賴清德 然後我覺得他阿民 有點可惜 好像每次都出來插花 不過他的悲催程度還是 阿民啊 不如 不如宋楚瑜 他不背啦 還是比宋悲悲好很多 人家首富背什麼 嗯 對 欸可是 可是 可是你斷了 嗯 受惠啊 藍茵有沒有受惠 好 可是你現在跳 跳針了 好這不重要 所以重點如果問我這三位上位 你完全沒有聽我說 如果這三位 呵呵呵 好 我聲音不清楚嗎 好來來來你繼續 嗯 好 所以如果問我這三位上位都差不多嗎 其實我基本上我完全想像不到侯友宜當選或柯文哲當選的畫面跟未來 嗯 嗯 我想像不到他們當選啦 但是因為我覺得統一的進程是不以台灣的意志做轉移的 嗯 所以我還是相信2025年會啟動什麼 然後在2029年之前會完成什麼 嗯 跟兩岸統一有關的事情 嗯 那至於在那個當下這四年的台灣領導人是誰 我們就拭目以待囉 那我個人這邊我還是含淚恭喜來請的 嗯 好 好 OK 好 好 謝謝你啊小乖寶 謝謝你的分享 OK 好 謝謝 拜拜 不好意思 不會 拜拜 好 來 下一位哦